哪些植物对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最有效? 绿螺 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 如本、甲醛等 并将其转化为氧气 钓蓝 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甲醛等有害气体 还能吸收空气中的灰尘和微小颗粒物 糖分藤 可以吸收尼古丁等有害物质 还能通过叶片上的微孔 吸收空气中的灰尘和有害气体 卢荟 不仅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 还能增加空气湿度 虎皮蓝 能够在夜间吸收二氧化碳 并释放氧气 提高室内空气质量 龟背毒 可以有效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本等有害气体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空气湿度 白鹤玉 对氨气 丙铜 本等有害气体 有一定的吸收能力 还能调节室内湿度 像其术 能吸收空气中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氟化氢等有害气体 还能吸附空气中的灰尘 三尾葵 能够有效地清除空气中的本 三氯乙烯 甲醛等有害物质 并且能够提高室内的湿度